大家好,欢迎收听最贴近市场分析的清普房市闲谈 新村特别节目第二集,今天是年初三 在百忙之中请到两位节目常驻来宾来与大家分享今年的房市趋势 我们欢迎有潮市店长美国熊熊大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国熊熊大,新年快乐 还有清普房市讨论群的版主Stella 哈喽,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Stella 那大家新年快乐,经过上一集清普整个房市的今年的趋势发展 相信版有开始担忧如果预算不足 但是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日益逼近的情况下 想要有移居方便的工作与生活的住宅 似乎又增加一些难度 今天特别来聊聊看看除了清普外 是否桃园内还有区块有适宜的选择 所以我们主题会带到那清普贵了之后是不是会产生外溢的现象呢 那接着呢,我们就是要解析那个我们客运园区 外溢完之后呢,客运园区在去年的实价登录分析 这个是比较少专家会讨论到的区块跟部分那样子 那接着最后我们来讨论那个客运园区今年 与A20就是很多版有关注的A20今年有哪些新案会开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呢 清普就是我们来讨论清普是不是要开始产生外溢的现象 那是不是值得大家关注 那有追踪节目的版有应该会知道 清普目前低总价两房车的地板已经陆续要上台到1400万 而目前新案多数推出的正三房或四房的产品居多 导致预算型买家得要从外面的重划区着手的状况 那这个现象是否开始发生 熊大你怎么看预算型资助客是否有宜居的低点选择 清普在去年下半年交易热络之后 全年交易到史上新高的3600多笔 代售的预售无大幅减量的情况下 低总价两房车开始洗缺 在整理图表中 今年预估清普价格会落在46至60万区间 整个低总价市场板块会往A20新南捷运站这边 或是客运园区这边移动 那我是觉得板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 或是工作圈预算考量啊 来评估你觉得你想要去 真的清普觉得太贵了 想要去A20或者是客运园区 那当然A20是有捷运站 我觉得A20如果你能买到三字头的尾巴 那就赶快下手 对啊我觉得A20未来一定都会在四字头以上 那客运的话 我觉得能买在二字头 那我觉得你也赶快决定 那因为近期客运的土地都成交到三字头以上了 那未来二字头真的会就是就会消失了 对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赶快考量尽快的 我觉得越快考量越快买房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那在目前在大元跟大族就市区的推幻 其实每一年都在减少 那屋龄较低的房子 当然市区行情都会来到26万 那大族则是31万到33万之间 其实跟客运园区A20的底价差异并没有非常大 这两年有陆续在看房子的人都很难接受亲谱的行情的变化 如果是跟就是区的有地缘关系的人就会选择A20 或者的高铁集结在转程的需求 或与中风北交楼道的成立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客运园区大概一直觉得说 他地缘上偏航空城 就业的刚需需求为主 过邻生活商圈也是另外一个开车国道选择的考量 其实我觉得过邻这个位置 有点小小的尴尬 因为其实过邻到中立市区有点距离 他其实到青浦走高铁来 也有一点小小距离 其实过邻就是过邻人在买 因为其实过邻他不是只有中立一个行政变化区 他同时还包含了阳美跟新谷 其实我觉得A20开始推案 其实像我们长期 像我自己长期要关注青浦 我其实一开始A20战的时候 我很难接受那个价钱 但是后来发现他很快 他的接待 其实大家会观察A20的接待中心 大部分都盖在那个A21 A21重化区 也就是未来A21重化区 就是在那个中立市区的边缘 那他的客群大概就是锁定 就是中立市区就是很少案子 很少新房子换屋的需求 那在A20整个推案的脉络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把有一点把那个客运园区 就是客运园区在未来城就是上看到32到33万之后 其实A20有一点把他的那个量能吸收掉 那包含那个过零的部分 因为A20未来有那个中风北交流道已经在施工 那会买过零的人也就是想要开车去通勤 那A20就会 哦对过零的新案其实也有到3334了 对啊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大家多了一个捷运站的选择 就是造成A20越来越多版有询问的主因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A20毕竟他还是有一个捷运站 那过零当然机能目前一定是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他未来应该就是定型就是这样子 对啊他房价未来要 我觉得要增长的幅度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一点点 其实过零长期以来他的房价拉力一直都瀑布 他其实移转率很低 对他移转率很瀑布 其实过零有点很像中路重化移转率都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制度 对几乎都是在地人在买过零 很少别的地方的人会去过去那边买 对啊 嗯 那其实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属于外溢的初期 也就是说A20基本上价格还稍微有重叠到清朴比较便宜的案子 几个月 但是选后突然有产生变化的趋势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在板上提醒板友要注意那个旭时代会不会重演 好大然当初的那个效应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有的 就是说旭时代的价格等于帮清朴的地板打了一个低 那目前低单价的案子有出造成清朴低单价案子出现锁盘不报价的状况 尤其是两房的产品 像元首知道他两房就整个疯掉不卖 那农历年长假之后在交易恢复正常后看整个清朴的市场要冒重整 可以观察追踪看看是不是 因为目前新案预期的目标都要开五字头 那这个外溢的现象是不是会开始发生那样子 那接着我们要讨论2023年也就是112年客运园区预售成交的概况 这个分析图是第一次放上来 也就是在去年6月进转的前后与7月新庆安的带动之下 不管是A20还是A10站这些低总价产品区间比较有的客群设定的重划区 它的量能有明显增温的现象 那在单价与总价分析图来看 客运园区很明显的从去年初的25到26万的区间 那上扬到年末大概是28到29 那今年预计可能是二字尾到三字头 就是如前面的图所示可能会到三二三三 那总价带呢 由于频数缩小的状况下没有特别上升 只有微幅上升的现象 那目前频数开始出现压缩 就是客运园区独有会出现套房的产品 那总价偏移每个月会因为成交量会有比较大的现象 就是比较这个指标比较不容易被看出来 那大家就看单价的分布就好了 那熊大怎么看整个客运去年一整年的趋势 那去年上半年其实整体市场成交都趋缓 那主要在政策面平均地权的实施 市场正在消化情绪 加上几乎每两个月升息一次的压力下 整体房市都在盘整量缩的区间 那反而到了六月 购入还可以转约的产品 先放着的心态下 之后新清安贷款方案也确定 却推升低总价区间的销售 那整体而言客运园区去年价格是有上场大概10%左右 那因为新清安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重化区 那我觉得客运园区基本上 目前来说还是吃清浦的外衣效应比较多了 尤其是透天的部分 因为清浦现在没有新的透天案 那基本上想买透天的很多人会跑去客运园区 那史俩知道客运园区今年会有哪些新案吗 园区去年已经有开始前销的两个案子 一个就是龙竹靖月时代已经出来了 那价格是落在28万左右 不要太惊讶 只单买不含测套房 大概就要31万到32万之间 那更不用说尚顺艾利了 目前还是遣销的情况 但是它的价格 我觉得跟A20当初叙时代的底盘价很接近 预计龙一年过后 会开的是大圆狗中与朝英国小旁边的嘉瑞相学 这个建筑应该结构体已经好 之后写胜双紫层平素规划会比较大一点 透天形产品的代表作绝对是我们良貌微风庄园莫属了 目前是还没有实价登录记录 那可能总价区间设定的稍微比较高 所以去化速度比较满 那微风庄园莫属亚 这实在是超大型的透天设计 管理费可抢而知的惊人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他们当初为什么设定 设定在这个地下市 而且是那个地下停车 它是全面开挖的方式 就是蛮特别的 其实我有一个同事曾经有考虑过微风庄人这个概念 因为他是那边的人 但是我现在发现清浦两房车1400万 现在客运了透天也差不多1400万了 1500 就多一点点那样子 因为现在透天都是有些最少就40几匹 还有些50几匹都有 没有像以前那种动了七八十匹以上 没有没有就短短前前 对啊 那其实这几个案子比较大 后面保家案子因为他有很快很多地块就是我们这边标注那个蓝色的区域都是保家的案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圆雪路上有一个高层的案子 今年有可能会推因为他已经开始施工了 所以呃 其实园区大概应该就是看保家集团了 他的那个案子最多 那未来的走势可能就是真的像熊大说的还是持清浦的外溢现象为主 那接着呢另外一个外溢的重化区也就是版有时长在版上关注的A20今年会有什么样的新案 那目前A20出了销售中的宏浦去时代 就是目前锁盘那少量释出 那等接待中心完之后才会再再重新开卖 那合周新战前也有很多版有去参观过 那据说有销售到一半左右 那大家可以等时加登陆出来 那另外就是新帽好战也就是联帽的二期跟广告很久的后生案 那大家其实比较想要知道就是之前我们A20特技有讲到宏广案 他就是离捷运站同侧而且距离很近 然后比较远的就是樱花就是樱花案的建设案 那我们可以聊聊哪些案子可以值得版有关注 合周轻占前那个是保驾机构的首案 目前传出成交都要四字头以上 那联帽二期也是价格相当 应该比联帽一期会便宜一点点 因为位置的关系 那续时代由于销售层数高 在新街带中心完成锁户多的状况下 A20产生多数人关注的发展中 那预取宏广案的地点优势版有可以去看一下 那离捷运且地点比较后段的樱花 也许开卖的价格会稍微客气一点点 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位专家 怎么看这两个重画区的趋势发展 A20与客人园区目前以保驾机构投入的基地是最多的 然后两者都有7到10块基地要开发 保驾往往有地板定锚的作用能力存在 集团对于价格的策略 也可以作为班友想入手的参考总体趋势 然后在目前的氛围下 还是逐步上扬哦 那你们怎么看呢 两位专家有没有压A20啊 我不知道录的 好啦我承认我买叙时代 那签谱应该是整个桃源海线价格的趋势指标啦 那在国泰江开工之际 其实整个趋势就会带动外围重画区 发展于机能生活的那个建立 那有好的机能与入住人口之后房价就不容易回档了 那我觉得A20缺的就是机能嘛 那柯运缺的目前也是机能 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大概都还要两三年后啦 基本上我觉得青浦真的觉得担价太高了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明年的暗示 每一个都要建屋 谁很吃力 建商就是这样子啊 别人都要卖五字头 我怎么能卖四字头 你看五十二十五坪就 五十二十五坪先来个一二五零 车位两百就一千四百多 以前可以买三百 你说这个一千四百多 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以前买四十坪才一千两百多 现在每个都要卖两千多 那也不过是大概五六年前吧 其实真的五十万 五十万真的很吃力啦 我刚出车会的时候 那时候看新装的房子 就想说哇 五十万耶 如果是三十几万 真的就可以买 那没想到现在就是 现在看到秦浦的房子 也是从一路从三十五万 跳到五十万 其实多这十五万 你不管是自备 还是那个 你的贷款每个月月角 其实是非常的有感 漏软跟熊大刚出社会时间超过二十年 不要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你要 亲谱是这样子 你要买过二字头 你就敢买三字头 你敢买到三字头 你敢买四字头 你买四字头 你才会去敢买五字头 很恐怖啊 因为放船来看 来看就是这样子 我那一天吃饭 我那一天吃饭 有个前辈 他真的是前辈 他跟我讲说 他当年 他当年在秦浦有买过 买卖过房子 是一字头去卖了二字头 现在回来看 回来看 想说 他回来看就去看着大滑盘 然后就想说 哇 天哪 五十五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说 这个是叫高点 还是买了会套 还是你觉得还有成长的空间 然后我就只能回答他说 就是我一概给 就是板友的想法 就是说 你只要在秦浦里面买到特殊的地点 然后比较少有的产品 其实长期来看 一定只会 大家更吸收 然后更值钱 我觉得大滑盘这个产品 不太适合导向手购组 他适合就是那种五六年级生才会购买 一般手购组都会嫌弃他的 location不是这么漂亮 可是就是因为五六年级生 比较有财力 所以他们才会去选择这种奖案 但是其实现在赞钱的小房也都贵到一个 大家都没有讲到 赞钱如果动工下去 那些屋主的心态是什么 你不要说屋主的心态是什么 我跟熊大从12月底开始 只要有买方开始出价 卖方都会说我年后再卖 就是那个要怎么讲 就是雷雷琴还没封盘 那个刺激市场已经先封盘了 屋主现在的心态就是说 这三个月行情变化好快 我的房子先暂时帮我先下家 然后甚至我都要说一个礼拜前 然后接缓一个礼拜 我说上线了 一个礼拜就上线了 其实以前常常会说不要当接刀侠 对接盘 可是接人家丢下来刀 可是慢慢的你接到的刀 现在变成青龙演乐刀 我觉得这个很要怎么讲 你看几乎每个案基本上稍微 其实我们三个人稍微都试掉 稍微去试探一下开案的价钱 真的就是像在板上我说的 大家可能要赶快把握 不要再等新案 因为这些新案显然 其实有从前销的例子 他一路就像板有讲的永胜文青 为什么现在看到石灯 跟我现场的报价差这么大 那有一个我的说法就是 就是有一天我在Facebook看到 也是一个别的地区知名的房仲 他讲了一句话说 他有一个很好的物件 然后当天有四组客人出价 然后最后 最后成交的是开价 直接成交 原因是因为他告诉其他的客人 其他客人的心态是他怕买贵 但是就是会出现有人一定要买到 当出现这一种人的时候 你要想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就很像那个连上要开的案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 已经默默的准备他一定要买 是在必得的决心 那你如果还在犹豫 犹豫个一天两天 价格一跳 在50万的商品你很容易就缩手了 对没错真的 常常遇到 我们常常遇到很多客人就是 买的当下 通常一定是买区域最 就是当下你一定要有认知 你买的当下一定是买最贵的 我觉得当你有这个认知之后 你就不会犹豫了 你两年后回头看 你就会好险我当初真的买了 因为太多人两年后回头看 真的当初买不下去 现在更买不下去 对啊 像我就遇到一个就是买就是一个算是做那个做建筑的 他就说他买土地一定是买当下最贵的 对你要有这个认知你就会买得下去 对我觉得房子也是一样 你买的当下一定是当下最贵的 对啊 嗯 我我我我取一个我之前卖好像大概一年多前两年前 我卖一件花儿道夫我就不讲几期 那花儿道夫他大概两年前跟我买到最近起有成交一户 大家当然还没上市价登录 价差将近一千万 对一千万两年来 是很惊人的总价差 我觉得产品啊 产品产品的就就像我刚说的产品的稀有性 你看其实大家很其实很多版有在锁定蒲远的家 日和花园 然后跟rich one 但是就是没有释出 对没有人释出 对那就算有释出也是被挡住不好的房型 那其实当初这些这这几个案子当初买的人都是追高了 对他他当初在区域行情都算高就像永利花园也是永利花园是那个花园系列第一个三字 我觉得就是你买房子就是要有这种算是冲动嘛 比如说你锁定日和花园 但日和花园一释出 我觉得你可以第一个看然后第一个下卧 我觉得就会比较有机会 因为这种案子通常释出 通常就是一次待看可能就五六指了 其实日和花园当前其实是有释出 那其实很多版有一直以来都说我要等永利花园 我要等任何释出 可是实际上这些产品释出的时候 你也不是第一个下手 所以我觉得要思考是要怎么样第一个勇敢 其实我觉得在差不多今年的年底 应该会看到有人青鸟还没有转过约的人 会心动想要丢出来转 那个价格稍微 我们最近接了一间青鸟开价七十几万 我觉得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当价格拉锯变大之后 他自助的需求他有可能真的会拿出来获利掉 而且现在地席 地席之前 从我们以前接的应该有五六十间吧 现在真的剩个位数 地席 什么个位数明明就只剩一户 哈哈哈 我觉得来连那个化石带系列都会这么萎缩掉 对都几乎没有了 目前实际上我们加上应该直接只剩一户 对啊 而且预售物换月 现在越往后期能选的真的越来越少 因为越接近交屋的阶段 其实到对保之后就没有办法转了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青鸟真的慢慢在发生 买不到房子的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做研究 然后另外 大家其实入门可以趁过年的时间 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那有帮大家分析 那我们 我们其实是比较用自助的想法 然后来帮大家找到划算的产品 而不是去说建议大家去买贵的啊 还是什么 因为毕竟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真的 对啊 那节目的最后呢 大家如果有房产相关的问题 可以加熊大或Stella的Line 那大家加了之后可以 很 你要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可以问 因为毕竟就是不像群组 有比较私密性这样子 然后可以获得专业的咨询 那最后感谢两个来宾 熊大与Stella精彩的分享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试试顺心 买到想要的房子 那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